還有單價分類名稱 還有銷貨金額 這幾個好像都是在那個什麼 在哪一個呢?商品裡面查得到 這個是在第二欄 可以從產品代號查 然後第三欄是單價 第四欄這邊 第五欄才是名稱 所以後面兩個主檔欄位 其實可以從這邊公式複製一下 把它Ctrl C 然後貼過來的話貼到單價 那單價一樣的 只是說本來是第二欄的 把它改成第三欄 這邊改成3 那比對方式的話就不用0 你可以把它改成 不用1改成0 0的話是完全一樣 0的話是完全符合 所以打個勾 那單價商品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用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商品代號去查 還是要用1 如果你用0的話 可能查還是沒辦法查到 所以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分類名稱的話 一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一樣再到分類名稱貼上 那查的話就是把原來的第三欄 改成第五欄 打個勾 OK 主機板 名稱 這樣就OK了 這應該沒問題 都是用1 不用0 0的話找不到 OK 再來的話 銷售金額 那銷售金額特別注意喔 其實銷售金額這個欄位 你們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銷售金額是 數量 乘上單價 就是銷售金額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欄位是從前面兩個欄位相乘的 所以怎麼相乘 1 游標放在上面 2 按個等號 等於 數量 點一下 乘上 所以輸入一個新號 乘 乘上單價 這樣就OK了 打個勾就OK了 所以這個欄位很多人都找不到 應該沒有 因為這個是你要去計算的 好 欸 銷售金額 所以待會呢 我們會計算這個公司的什麼 營業額有沒有 其實就是可以從這裡面加總起來 就是得到結果 OK 所以銷貨日期在哪邊 銷貨日期其實你可以從 銷售單頭裡面找 你會發現這邊有 銷貨日期 那可是問題呢 銷貨日期 那我可以從 這邊的那個銷貨單頭裡面的哪一個 銷貨的單號 看有沒有其他從這個 銷貨的單號 這裡面有沒有銷貨單號 有銷貨單號 所以我可以利用銷貨單號 去查哪一個呢 查那個銷貨單頭 然後可以幫我查過來 不過呢 我現在好像這個沒有鍵表 所以怎麼辦 我可以把這個地方 一樣 我習慣就是在這個 工作名字點兩下 然後呢 去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A2 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名稱的話 在輸入上面 把名稱貼上 剛剛我有複製 叫銷貨單頭 加個表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加個表 好掉了 這樣就OK 那再來一樣喔 利用什麼 利用銷貨單號 查哪些欄位呢 看一下 查這個 銷貨日期 銷貨日期 銷貨日期是在 1234 第四欄 那客戶名稱的話呢 是在 第五 那縣市名稱 第六 再來 員工第七 部門 第八 所以他好像連續的 我看一下 銷貨單頭 4 4 5 6 7 8 所以基本上 做好一個啦 複製貼貼貼 就OK了 那我們怎麼去查呢 看一下 這個 消貨日期 插入一下 VN函數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是查什麼 查那個 消貨單號 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按F3 叫 消貨單頭表 然後呢 第幾欄呢 我如果不知道 可以再 點這邊一下 他會切過來 1234 第四 所以輸入 第四欄 那比對方式的話 就不需要說 完全 像剛剛是找接近的 不用我們找完全一樣 因為好像裡面會有完全一樣的 會有問題應該是 剛剛那個產品 代號而已 其他好像沒有問題 按確定 他幫我把日期查過來 那名稱的話 就是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按取消 特別是喔 如果你要貼到另外一個公式 你要直接到上面好了 複製 取消掉 再到客戶名稱的把它貼上 這邊改一個什麼 改個5 然後打個勾 向下剪滿 然後一次類推 5 然後這邊改成6 6 打個勾 然後7 第8 OK 可是有同學會想說 老師那這邊有沒有簡單的方法 因為如果說呢 每一次每一次都要這樣貼 好像有點累啊 5 6 貼到哪一個了 我忘記了 4 5 6 7 OK 所以有時候 一講話就忘記了 打個勾 員工姓名 這邊是8 但是這樣好像有點沒有效率 有沒有更快一點的方法 如果以後藍數更多的話 那豈不是 其實是有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多學一個函數 叫column column意思說 你現在是在哪一藍 其實像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你希望能夠向右向下完成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呢 這邊 客戶 消數 這個 後面其實就是 5 6 6 7 8 如果你希望節省一點時間 1 把這個4 改一個函數 叫做column 小瓜糊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在哪一藍的意思 那我現在在第幾藍 h藍 h藍 fgh 那h是數字多少 h是 應該8吧 fgh 第八 那第八 可是我現在這個數 第八意思說回來是 回來給你8 意思說告訴你說 你現在在第八藍的意思 第八 可是問題我這邊需要數字是多少 需要4嘛 對不對 所以4跟8差多少 所以你知道減掉多少 減掉多少 減掉4 這樣就ok了 減掉4 他回來不就是4 對不對 啊4 該懂的意思啦 不過 當然我這邊是補充 如果你 呃 程度 你先 緊供參考 ok 因為這個方法 好處是 你可以向右向下就ok了 那 再來就是說呢 等一下向右會改變 的是 A藍 所以我們這邊不能改 所以請你把 A跟 向下的那個 2 2不能2要改 所以 請你把 A怎麼樣 鎖起來 所以A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否則你等一下向右啦 他變成B B就錯了 ok 那2的話 因為向下要變 不然不變 他變得沒有抓到正確的資料 所以 A前面多加一個前的符號 所以 這邊 等於你剛剛的做法是 把原來的4 變成Column -4 Column要小瓜糊 -4 另外呢 A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好 做這兩件4 你 向右向下 就ok了 我處理自己就看 ok 如果你現在打勾 都 向下 應該都一樣 沒變 可是我把這邊 比如說 把這邊先刪掉 假設我不要麻煩 剛剛不是貼貼的很累對不對 那你現在不用貼了 你現在怎樣 直接向右 放開 會不會正確呢 正確 不過剛剛這邊已經有拉了 這邊把它而列進去 所以你要向右 做一個之後 再向下 就ok了 對 感覺應該 會蠻有成就感的 尤其你函數越多 越要學 所以多兩個動作 這個當然我講一圓沒有寫 主要是說如果你要更有效率做事的話 就是多學一個函數 叫做什麼? column 小刮虎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要抓到我現在在哪一欄 這個欄的數字更好跟 它因為越向右會多一欄 本來第八欄、第九欄、第十欄 所以檢視的話 剛好四、五、六、七、八 剛剛好 所以Match 不過向右拉呢 那個A欄不能跑掉 所以A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大概是這樣的 如果你對於這個細節 假如說一下沒辦法聽懂 沒關係 回去再把影片看一下 應該就OK了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你工作效率快慢 我覺得跟這個也有關係 最後的話還有兩個欄位 如果聽不懂的話 也許請同學 請你的同事再互相交一下 以後的話 大家程度就慢慢提升起來 效率更加好 那年度的話跟月份怎麼辦 年跟月 奇怪怎麼找不到這兩個欄位 對 因為它在哪裡呢 在消貨日期裡面 所以消貨日期裡面的年怎麼辦 很簡單 插入一個函數 在哪裡呢 在那個日期時間裡面 如果你要抓日期裡面的什麼 年的部分呢 它的函數叫異額 所以你找到日期時間裡面的異額 然後跟它講說 你幫我去把那個消貨日期 這個日期的年代過來 按確定 它只會抓2007 向下填滿 全部OK 月份的話呢 我們要插入那個一樣嘛 日期時間裡面的什麼 函數 函數名稱叫什麼呢 叫做曼時 曼時 曼時 曼時是抓月嘛 所以年月日就是year month date 三個OK 然後呢你就跟它講說 你幫我把這個日期裡面的月份 翻過來 然後它就幫你把月份的部分 翻到這裡 月份就出來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總表就大功告成 所以這一題光做這個表 就做很多時間 但沒有辦法 你以後的工作應該甚至有些時候 還比這個還複雜 所以你這些會的話 後面樞紐分析表 再有辦法進行 OK 那請各位 第一個先把組檔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12個問題 也許可以做的話 試著做做看 假如說前面已經有 我們要的data都OK了 藍會也都OK了 但是我要怎麼知道 老闆要問我這12個問題 然後叫我交這個報表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出來給他呢 OK 第一個全公司的銷售金額 第二個是各縣市 業績總額 就縣市 再來多部門等等的 那請各位 也許可以先看一下 操作如果OK 可以先試做 如果不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跟各位講一下 有什麼細節